呃,大家好,这个,现在呢,我呢,就让你们知道一些,呃,音试技巧,是那个可视的音试技巧,啊,这个,我们先开始这个,朗读短文,朗读短文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啦,不过,至少也要说几句,对吧? 所以呢,这个,朗读短文这个部分呢,呃,就要尽量利用五分钟的时间看短文和图片,呃,因为你们都知道在那个,你们会坐在一个位置上,对吧? 然后在那个位置上会摆放着那些,你的图画跟你的短文,那么你就在五分钟之内,呃,看它们两个,然后呢,你在看那个朗读短文的时候呢, 就要注意,那个,语音要清新,呃,语调要恰当,不要好像,呃,一朵玫瑰花,呃,玫瑰花,不要说成,呃,一朵玫瑰花,这样子,或者那个,呃,果实好像在说那个,呃, 呃,我很喜欢吃圆圆的,呃,语,呃,语言,语言,你不要说成,我想吃圆圆的语言,这样子呢,是清不是很清新的,呃, 然后呢,那些多音多语的字呢,就是这些,好学跟好玩,这两个是一样的字,可是呢,是要在,呃,不一样的时候呢,用,刺责方式也是不同的,啊, 嗯,这个,目的地,呃,呃,这边是目的地,这边是我的书,所以地呢,跟的是不一样的,请大家注意一下, 那这些呢,就是相似字,它们呢,看起来,呃,有点一样,不过呢,其实它们不是同样的意思,或者,呃,语调, 就好像这个吧,这是B,这是行,这是傻,这些意思呢,你们呢,就,呃,尽量去查,如果不知道的是,呃,如果认识的话,就不用查,当然是这样子,啊, 那这边呢,我们就有,话,说,讲,呃,啊,这个是比较,那个,比较会捉到别人的把柄的那个,这个,呃,猪和抓是不一样一调了,请大家注意一下, 啊,那这个,呃,那这个,没有,跟是有,如果把它们两个给翻过来读呢,意思呢,是很相差的, 还有这个,这个多音的字还在这,啊,记住了,乐,跟了不起的了,是不一样的,降落,跟投降,同样是不一样的,所以请注意一下, 第三个补助呢,就是要注意停顿,利用动号,问号,感叹号等表达语气,就好像如果是,啊,你不能说,啊,这样子是不一样的, 要利用那个语境做气息停顿,虚正确理解文艺,这个,呃,没有什么时间来解释,不过我相信大家是听得懂的,啊, 还有,语速恰当,太怪造成吞字,就好像那个,如果,呃,有些人呢,如果是,呃,我最喜欢吃,嗯,鸭肉了, 那如果有些人说的很快,就会被说,我就想要吃肉了,那那个鸭呢,就不见了,啊, 停顿错误,就是那个,有时候呢,表人在说话,好像一个是,我是一个,猫,啊,对不起,一个是,我是一只猫, 然后有个动号,停顿一下,再说,我最喜欢吃鱼了,可是如果说太快呢,就会这样子,啊, 我是一个,猫,我最喜欢,吃鱼了,嗯,那么那个,喜欢跟吃鱼的,那个, 里面呢,是不应该会停顿的,而且它们会造成不联系,不流失,不流利, 这个你们应该清楚,啊,要注意对话部分,要符合人物年龄,身份,性格,心情等, 就好像那个,符合年龄,如果是老伯伯,你不可以说,啊,你好啊, 孙子,是不同的,啊,身份呢,如果你是学圣王匹学生,你就说, 哎呀,哎呀,哎呀,哈哈,这样子的,那种语道,啊,不可以说,不, 如果你是当王匹学生,你不可以说,啊,哈哈哈哈,我捉到你了,我捉到你了, 这是什么啊,性格也是的,如果是表示性格比较润柔的女士呢, 不要出声出去的说,喂,你在干嘛,也说,喂,你在干什么,啊, 心情也是同样的 在干嘛SM逐渐,啊,真正对秘密的 Hertisenydd放畉 尺寨爭草